H你覺得提分手這件事情 是容易開口的嗎 容易啊 你覺得是容易的嗎 我覺得不太容易 你覺得是容易的嗎 四位都認為不容易 只有你認為容易 你看我看我看我看 你有電接嗎 有電接嗎 提分手是容易的嗎 不容易 因為提分手的人 很容易被貼很多標籤 復興的人 沒良心的人 絕情絕意 變心了 都是很負向的形容詞 所以其實開口 H就是這樣的人 開口提分手 對 很多人來說 壓力指數是高的 然後罪惡感是重的 所以很多人就像這個 貼這個廣告的 登這個廣告的男生 我相信他內心 在提分手的時候 就像剛剛侯偉說的 有非常多的焦慮不安 然後會害怕出現 有沒有什麼是我不能控制的 我不能掌握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面 有可能他就會一直拖延 一直拖延 然後可能同時又去劈腿 另外一邊 然後以拖 然後慢慢讓那個對方受不了 然後提出分手 那這種我是會覺得是把分手的決定權 交給哪一邊 那所以像侯偉就是比較把分手決定權 慢慢慢慢交給對方 是你要分的 不是我要分的 但是他有可能會做非常多 讓對方無法忍受的事情 讓對方找麻煩 不得不 氣到說我要跟你分手 他馬上說好好好 既然你要分手 我就跟你分手 其實是有一點 小小的一個小心機在裡面